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线维帮实拍车评 我现在坐在一辆2021款日产轩逸的车内 然后这辆车是搭载了日产的Nissan Connect的超智联2.0的系统 这辆车的一个整体的智能的话是有一定的升级 让我们现在来简单的展示一下 它还是一个8英寸的屏幕 但是周围的这种按键全部都是这种触控式的 然后这辆车的系统是需要跟车主的身份进行 实名认证之后才能够使用 然后我们现在这辆车是一个展车 所以说它就没有办法进入功能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有高德的导航 然后收音机 然后再进一下 这有酷我的音乐 还有就是爱奇艺的在线的视频 因为这辆车是由司机网络的 它可以在线看视频 另外就是它的设置 我个人觉得这种设定的话 其实对于现在的一个使用场景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它的整体的这种安全性会得到比较大的提升 都是实名制了之后 这个系统就不会让其他人能够很心意的进入 比较保护这个车主的隐私 现在这种安全性会得到稍微不够无停的